爱德华冷酷而狡诈 尽管欧洲贵族无比崇尚歧视准则 但他并不死守这些准则 他暗中夜袭凯尼尔沃斯 将小西蒙的部队屠戮殆尽 然后又用缴获的旗帜伪装自己的军队 在伊夫舍母彻底击溃了德孟夫尔 英格兰伯爵德孟夫尔的尸体被大血八块 他的头颅被插在了一根长矛上 只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暴行 爱德华用整整一年时间赢得了战争 叛军们纷纷向他投降 但胜利的代价却是他的荣誉 这个毫不虔诚的屠夫 有朝一日会登上英格兰的王位 每每想到这里 贵族和神职人员都不寒而令 我父亲为了挽回他每框玉下的声誉 证明自己是一位合格的国王 他决定带领十字军远征东方圣地 那里的局势正日益严峻 贪得无厌的麻木鲁克苏丹国 发动了激烈的扩张战争 他们先将矛头指向了蒙古 现在有剑旨被围困的十字军 在他们势不可挡的攻势下 树座堡垒迅速陷落 他们的领袖是拜博尔斯苏丹 他和我的父亲爱德华并无不同 他原本是库满人的奴隶 随后又在军中崭露头角 不久前 他谋杀了在位的苏丹 夺取了政权 他的大军刚刚屠杀了安条克人 现在又从东面 威胁着阿克里和迪利波里 严密包围着这两座城市 爱德华的军队抵达阿克里时 那里的居民虽极近万年聚会 但心中仍存有一线希望 敌人向王宫来了 登上城墙 猛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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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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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乃德华大人 我们的城市遇袭了 当你在警局出遥了吧 也打开 occur 但是基本上得了 站进侵略 滞连续 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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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城墙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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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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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